爱情其实不怕曲折和波澜,就怕一个人被伤透了心,从此心门紧闭,再也不愿接受别人的爱意,我们每天会遇上许多人,很多人都只是匆匆一瞥就擦肩而过,偶尔有几个谈得来的人,会渐渐成为朋友,爱情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,但是,很多人还是会消失在我们的生命中,爱一个人不容易,懂得珍惜的人还是太少。 你是否还在怀念曾经的爱情呢? 最近就爱难忘,容易和前任从头再来的星座,射手座,射手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爱情该是什么模样,他们也很少会担心自己与不少理想的爱情,因此,生活依旧忙碌,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不断调整生活状态,开心和快乐自然少不了,当缘分到来的时候,他们会让自己先冷静下来, 想想对方是否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第一人,不会委屈自己,也不想伤害任何人,他们的责任心注定会让自己获得完美的爱情,即使偶尔会分开一段时间,也能很快和好。 双鱼座,双鱼往往对爱情期待很高,等到真正拥有爱情却又会有些犹豫不决,失望和痛苦更会接着到来,此时的他们非常脆弱,需要别人的安慰,却又不想接受有些残酷的现实, 只好选择逃避自我,和爱情暂时分开,他们口中的分手大多是生气时的玩笑话,你可千万别一走了之,否则这段感情就真的没了希望,总之,接受自己的爱情,总会有些你不知道的甜蜜,最近双鱼心情不错,很适合重拾救爱。 水瓶座,水瓶的心往往会让自己沉静下来,即使遭遇突然的告白,也不会有多么欣喜,他们的世界往往很难理解,不是自己熟悉的人很难知道他们的心,因此,在寻找爱情的路上,他们大多数时候是孤单的,一个人守着内心的温暖,倒也是不错的生活, 但是,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温暖舒适的家,等到实际成熟,他们会选择向爱情妥协吧。 最近水瓶的工作很忙,可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爱情,如果前任找上门来,再给两人一次机会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